明天十九点四十 思美人 陈奕美 要匡正天下 唯有从根本之上 斩断歪腹之风 屈左图指的是 修献令 这献令 欢呼的可是那些大臣们的利益 那这晦气还不是那妖女带来的 大军被他们俩一打一唱恐惑 这楚国不出大乱子的才怪呢 那屈原和那个莫愁 一个是狂妄孤妄 一个是妖邪巫 俩人沆瀣一气 那背地里还不知道有什么呢 父亲大人 只要屈原做的是对的 就什么都不怕 也不需要别人护着医着 本事越来越大了 那你以为这只是你自己的事吗 陛霞 还有你那两个孩子 你就不替他们想一想吧 没想到长大了以后如此纯粹 我以为你早就预料到今日的困境 却没想到刚遭受到一堆非议 就躲在这里见酒交仇 我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你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你知道任何事情 可不可能阻止你的决心 你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 这变法该从何传说 选立储君 选贤任能 取信天下 从立储君开始 这才能做表率 彼臣昨日到城外 听百姓们在传唱一曲民谣 什么民谣 这民谣里把变法之功全归于屈左徒 单单不提大君屈原如此深得民心 只怕 只怕什么 只怕于大君不利呀 大君 查出来了 流传在永都的民谣 叫宋屈阳 屈左徒如薄仪 举世公 属第一 屈左徒如薄仪 了不起 了不起啊 了不起啊 我把你打去了 我怎么走 都走不尽头 一会儿 会给美人分发一面同镜 如果准允屈左徒费景延之策略 就将镜面朝上抱入箱子 若是不允呢 就将镜面朝下抱入箱子 这个办法好 大君 大君 此事恐怕不妥 此局只为求一个公道公平 屈左徒大储物再无多言 大君 这也叫表决 谁都知道狼会吃痒 可大君 你偏偏问狼愿不愿意吃痒 那你的意思是 布谷只需要顾及你一人的感受 那我问你 百姓们送你的时候 将你和布谷相提并论 你有考虑过布谷的感受吗 你不要忘了 这是布谷的朝堂 不是你屈原的一言堂 但我相信 凌军的变法并没有错 如果你能以令你的身份支持他 他做起事来必定顺利很多 您为何总是与他作对呢 是他在和我作对 徐祖陀 你借变法之名捡火山峰 致使朝野上下不得安宁 我看你不是在变法救火 根本就是在乱法祸国 大君哪 这变法断断不可继续下去啊 清宫 变法是大君手砍的 其实你说停就停 赵令营 当初你也是在场变法 你以为呢 回大君 逼臣不彩 越来越看不清这变法之功 改革之用 属臣直言 若再这么变下去 恐国将不国 后患无穷 一千十九点四十 四美人 一千十九点四十